眼下正是猕猴桃大量上市的季节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是报道了 济南市长青区万德街道大留村的 商残退伍军人刘少东 他创业开启了家庭农场 如今正值丰收季 15万斤猕猴桃挂满之头 他在满心欢喜的同时 也有一些焦虑不安 在济南长青的洪润德家庭农场 一个个成熟的猕猴桃挂满藤蔓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庄框 等待上市销售 这里的猕猴桃不仅各大味甜 而且表皮无毛是一种新品种 我们这个猕猴桃不打农业 常年使用这个油积肥 表面光滑 各大 进入采摘成熟期的次量糖分 糖分都在打到17个到18个以上 果园地处沙土地 土质优越 地下泉水资源丰富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加上管理技术的不断改良 猕猴桃产量也在逐年增多 今年将收获15万斤的优质猕猴桃 这一周的采摘和消除 总的情况来看 还是基本上算可以 但是一共发展56亩猕猴桃 现在还剩下52亩猕猴桃 没有消除出去 如果不放冷酷的存放的前提下 对长时间也到10天到12天 刘少东介绍 猕猴桃成熟期集中在9月份 存放时间周期较短 这也带来了一定的销售压力 正当他为销路发愁时 家家月超市联系到了他 我们在达到这个消息以后 第一时间进行实地的一个考察 采样去检测 安排输购 这样的话能够能解决 这个产地农户的卖难问题 另一方面是让这个优质的猕猴桃 第一时间能达到这个消费者手中 互惠合作 结了果农的燃眉之急 对于猕猴桃的品质 他们也有严格的把控 果面圆滑平整 树上碰了一会儿 刮风碰了一会儿 猎皮的这个不能给人提供 再一个就是这个桃 一杯可以上的给人采摘 一杯可以下的就不能给人采摘 必须要保证质量标准 当天采摘验收装车运输 这批猕猴桃即将进入济南 嘉嘉月超市的多家门店 在保证了果蔬新鲜品质的同时 也解决了果农的销售难题 这批猕猴桃的销售